太上道君真言 治大国如捧小仙 有些事你们做不了主 朕也做不了主 上天可以做主 历史的进程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但历史的车头却不总是朝向前方 如果我们以百年为尺度 从宏观角度观察历史 历史的进步不容忽视 但如果把时间的跨度缩回到五年十年 就会发现历史不过是个过不了科目三的蹩脚驾驶人 开车左扭右扭 甚至有时候还有计算圈圈 历史是由人来推动的 而有动力有魄力有勇气去推动改变的人 往往是通过过去一段时间的社会发展 掌握了更大力量 但社会地位却没能随之提高的人 新的势力凭借新的力量 必然会向旧的势力开战 但是权力的更替很难一蹴而就 新势力总会在短暂取得胜利后 遭到旧势力的镇压 但是每一次的胜利都会赋予新势力更强大的力量 直到日月变换的时间来到 一位新马的德国伟人 曾以高度理论化的话语 总结过上述观点 他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而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他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绝不会灭亡的 国库亏空与改道违赃失败 让家境意识到严党的生产力就要被炸干了 东南抗窝 北玉达达 修筑工店这三件 军国大师 每一件都需要海量资金支持 大明朝局必须要进入新阶段了 于是导演行动就此开始 严总女方靠边站 徐杰成红走到舞台中间 但是严党真的已经发挥出 索隆纳的全部生产力了吗 胡宗宪在抗窝战场高歌猛进 清流在浙江青岸审讯狂飙突进 而成红夜会云娘的无功而返 都在提醒着家境 典党还有剩余价值 于是最受欢迎的吕公公率先反朝 阳光开朗的笑容 谦卑温顺的语气 冒牌私立剑掌印成红 且私立剑全体同仁 恭迎老祖宗 回到他忠诚的私立剑 吕方是经过大市面的 根本不吃这套 冷漠的表示来这么多人干什么 都不上班了 散了散了 然而见过大市面的吕公公 从未见过成红御下的手段 不过两周半时间 老祖宗已经不能在私立剑 一呼百应了 吕方让小太监们该干嘛干嘛去 但一连说了好几遍 小太监们才犹犹豫豫的打算执行命令 然而他们才刚刚起身 成红就开口抢气了 他们都是自发来看老祖宗明的 别看他们站起来又要走 其实都不是真心的 你看我执一声 不就又都跪下了 成红这段话再次证明了一件事 不擅长政治 都代表不擅长斗争 成红面对朝局大事 毫无概念 毫无认知 好不容易出趟私立剑就惨遭徐杰教育 但回到私立剑中 只要给他机会 老祖宗罢了 成公公我给面子的 喊你一声干爹 但又是不给面子 昨日黄花罢了 别看成红对着旅方笑容可居 极尽缠媚 但这是刀里藏笑 小太监们自发迎接老祖宗回朝 这是鬼话 一声跪着 就能让所有小太监 违背旅方命名原地跪下 这才是成红想要展示给旅方的 要说这里 细节上略有差异 旅方要求所有人站起来 但是只有成红与两大饼笔起身 其余小太监一动不动 我认为电视剧的改编更是一筹 对人性的刻画更加真实 基于成红的残暴 小太监们的第一反应是迟疑 基于老祖宗的多年威望 小太监们第二反应是听话 但是只要成红开口了 明确下令了 那么小太监们还是选择屈从于成公公的隐威 导言不导言的 这些私底线的小太监们不懂 但这些小太监能够看懂的是 老祖宗地位动摇了 而成公公风华正茂 违背老祖宗的命令 什么问题也不会有 但是得罪了成公公那可就跑不掉 成公公这首《下马威》 是同时唱给旅方与小太监们听的 当领导最忌讳的 就是有一个手腕够狠 地位够稳的直属下属 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自己要被架空 再错再错再错 女方当然看懂了成红的下马威 但她完全没有理会 一边往屋里走去 一边留下一卷 当直的留下 其余的赶紧下班回家 不要留在公司里浪费水电 摆出这场戏 成红的目的不是当场和旅方夺权 只要旅方一听还在最大霉之中 成红就一天当不上那个祖宗 那他就还是老祖宗最忠诚的干儿子 但他也要让干爹明白 他的干儿子已经长大了 字里见极大禀彼中 旅方过去就对成红格外客气 而现在成红想要让干爹对自己再客气 旅方进了屋子 成红扭头让小太监们都散场 一部分太监站了起来 而还有一部分跪在地上不动 体身的都是旅方的死众 而那些仍然跪在地上 不知所措的 是倒下了成红的头像派的 认识都真可以是你宿我活的 也可以是一场和气的 但是传到底下时往往就是鸡毛很肥 怎么着 老祖宗回来你们都蔫了 没听老祖宗说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你怎么着 你怎么着 厉害啊 怎么不厉害了 让你气负 你还看我你气负人 你气负人 不说 别打了 别打 镜头一转内阁之方 女方回来了 那严格老自然也获得了退休反聘的机会 相比必须要抓住一切机会展示权力的陈宏 徐杰身为清流领袖 已经拥有了严重无可撼动的权力 所以徐杰的方针是在低调中寻找机会 怎么能先找严格老让他等我 太实力了 守府四人先兆 赐府当然后兆 徐格老这也见怪吗 陈宏阴阳怪气的态度让徐杰知道上次在内阁职房结下了两本 这个正直白痴显然是不打算忘掉的 但徐杰不在乎因为他的这声问话实际上是说给不远处的严松听的 内阁两大巨头连带死里面掌印再次聚首玉玺宫 三人互相问候互相关怀 吕方搀扶完严松又怀徐杰来 大明朝老年人互助互乐的精神悦然一目 吕方回来了严松也回来了 看似大明朝局又回到导延行动之前 救了掌权者战胜的所有挑战者 但吕方严松已经不是半个月前的吕方严松 徐杰成红也已经今非昔比 严松问 小徐啊 坐我的位置 舒服吗 小徐回答 严格老您说啥呢 这内阁离了格老您和哪里玩的转呀 我都等着您来干呢 哎呦呦 格老您走得太快了 小徐我都要跟不上您的步伐了 走到殿外 女方通报了来者 今室内一声庆笑 代表着嘉靖批准三人进来 而走进殿内 嘉靖罕见地走出了金社前来一阶 陈寇见 不用归不用归 嘉靖左手牵着严格老 右手牵着徐格老 像是在盛情接待许久未见的老朋友 带着他们走到金社前 热情的嘉靖还不忘盯住他们一声 小心猛砍 面对这种待遇 徐杰表现出了应有的惶恐 而更让他惶恐的是嘉靖对女方的那句话 朝中也就两个老城了 严格老来见证 有小板凳坐 以后徐格老来也有 臣也才过花甲之年 怎能受圣上如此过礼的恩欲 臣万万不甘当 你受得地 受得地的是什么 是把小板凳吗 身为松江大地主 徐格老的家产尽管此刻还未到达巅峰 但要是想要 他能用金椅子填满家庭的小金社 他竟想让徐杰受得地的 是和严格老一样的待遇 短暂代理过掌印太监职权后 陈宏从荣誉副掌印 晋升为了常务副掌印 拥有了公开在私底舰与旅方 奔平抗米的资格 徐杰同样如此 从内阁荣誉赐辅 晋升为了常务赐辅 享受首辅待遇 面对这种俘获难辨的局面 严松按照一贯作风 摆出了耳聋眼瞎 风足残念的姿态 看着家境徐杰 吕方三人唱完了整场序曲 一言不发 他在等着家境切入正题 真的这件长袍是哪一年做的 奴婢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家境三十七年六月静置的 到今天也穿了四个年头了 好记性 俗话说 一不如心 人不如故 可在阵制啊 人也是救得好 一也是救得好 家境罕见的讲了一个 自产自消的名语 从衣服说到人 突出的主题就只有一个 正是一个念旧的人 凭心而论 上了年纪的人会念旧 这是人之常情 更何况 家境从小就背井余乡当上了北漂 父母双双早逝不说 身边还全是勾心斗角的事 他缺爱人 历史上的严松 也是死死吃住了 家境这个性格特征 对家境的生活 统治与信仰都提供了 无限爱与被爱的力量 所以即便老麦后的严松 不断犯错 亲词也越写越烂 但一想到严松 带给自己的情绪加值 家境就始终舍不得 罢除严松 家境宣布 本次大名高层核心会议主题 就是念旧 曲阶和严松 一下子就都听明白了 小说这里详细介绍了 两人的心理 老板念旧 老员工当然感动 但两人的感动是不同的 严松感动得非常纯粹 哎妈呀这老板太招得住了 而许阶一边感动于 老板会继续重用自己 一边大骂老板 不肯更加重用自己 温君再朝 奸臣再克 储君与清流同仁 全都指望着自己产奸除恶 许个老男呀 家境接着开始讲名语了 世人都有同病 都喜心厌旧 但殊不知旧衣服贴身 而旧人呢贴心 当然家境喜欢旧衣服 很可能也是因为单药科多了 皮肤敏感 新衣服穿在身上磨皮 只能穿软牙的旧衣服 就说你们吧 人呢是老了 经历当然不济了 可也不会再有其他的奢望 经历的事多了 士君做事就谨慎 就老成 就不惹乱子 什么叫做救人贴心 懂家境的意思 愿意配合家境 这就叫做贴心 什么叫做人老了 经历不济 严挡在浙江一冲乱搞 小哥老所用非人 这都是严嵩老了 经历不济的体现 那么什么叫不惹乱子 这张审讯失控就是乱子 而做事谨慎 没有别的想法 又是什么意思呢 安心满足于当前的位置 不要老想着进步 这就叫做做事谨慎 没有别的想法 家境的意思非常明确 严嵩年纪大了 没管好下面的人很正常 毁地烟田这种小事情 我们选择原谅他 第二 这张审讯失控 属于清流弄穿的乱子 这个不能忍 在此提出严重警告 第三 做人格局要打开 不能比官位 越比心胸越窄 要谈奉献 越谈境界越高 当然了 年装的就不高兴了 他们精力旺盛 整日想的是 往上走 咱们这些老的呀 自然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了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老而不死 视为贼 这里的年装者指的是谁 那就很值得玩味了 对于严嵩来说 一门心思 带着严岛再进一步的严世帆 是年装者 对于徐杰来说 立场不同 但都追求进步的高拱张居镇赵真奇 是年装者 甚至包括海维王爷 对于家境自己呢 玉王爷已经是儿礼之年了 正是一个人生理与心理 最为雄壮的时候 更值得徐杰揣读的是 严嵩年过八十了 自己刚刚知天命 加进口中这个 不安于现状的年装者 莫非也包含了自己 年老的呀 在年装的眼里 就都成了贼了 真也不知道 我们这些贼 到底偷了他们什么东西了 小说提到 一贯喜怒无情 均微莫测的家境 讲完这通好笑 但又好吓人的笑话后 自己率先笑了 与方赶紧跟着大笑 这次提醒严嵩徐杰跟着笑 严嵩徐杰当然也笑了 但笑容中有各自的沧桑 让小的自己闹自己的 老的自己干自己的 家境的态度非常明确 他不会因为 严世帆等人的行为 追究严嵩 也不会因为凯瑞等人的行为 迁怒徐杰 表面上看 是严嵩更占便宜 但事实上呢 家境没有阻止年轻人继续闹腾 而论年轻人的战斗力 严世帆又怎么可能是 清流少壮派的对手 严嵩赢了眼下 输了未来 徐杰的导延大业 又一次无功而返 只获得了一张空头支票 只有家境再一次完成了 始皇帝摸电门的伟大胜命 敲打了该敲打的 安抚了该安抚的 家境又将话题转向了 中云杰的情词 严嵩即便傅贤在家 也完全没有放松 对情词的撰写 家境一开口 他就拿出了自己的作业 注意看家境手中的纸 严嵩的字写得非常大 这不是为了少许点字数 而是为了让家境这个老花眼 能够看清楚 家境 严嵩 徐坚都有过戴上眼镜看东西的行为 但他们三个对眼镜的态度是不同的 家境只会在旅方面前戴上眼镜 因为他不愿意在臣子面前 暴露自己的老脉 贴心的严嵩 正是深知这点 才把字写得够大 而他自己呢 对老花眼从来不避讳 装聋作眼是他的保护色 至于徐坚 小说明确提到过 这老阴边势力好得很 但只要皇上和严格老看不清 那他就已经看不清 徐格老 臣在 严嵩与徐坚都交了作业 家境率先对严嵩的钦词 做出了好好好的高度评价 然后又让徐坚来给严嵩的钦词平衡 而徐坚的点评让我忍不住想到了一位故人 字也好 词也好 意也好 皇上过奖 徐格老爷过誉了 好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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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爷 是好吃还是好听 也好听 也好吃 都好 都好 我马某走南闯北 靠的就是能文能武与众不同 不光吃喝玩乐 更要血月风花 许杰的夸赞肉麻而敷衍 与许杰的水平 如果他是真心实意的 想要表演一个真心实意的夸赞 那用词绝不会如此敷衍 家境想要的不是这个回答 而家境想要的回答 许杰不但知道 而且很早就说过一遍 隔谈 大家就当过去两周半 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是家境讲半天谜语的目的 所以家境现在想要的 就是让徐杰把这句话再念一遍 但是徐杰不愿意 老鹰别也是有脾气的 如果只是为了个人政治前途 徐杰什么都可以忍 但他不是一个人 一位忍让 一位让弟子 让门人 让门友失望 自己这个青牛领袖 对我可就不好待了 表面上 家境是在夸赞徐杰的青词功底 但他对徐杰的称呼 却从徐格老变成了徐杰 小说明确点出了 这个称呼的变化 工作的时候 不称职务改叫全民 代表着家境对徐杰有所不满 但这种不满 家境表达的极为隐晦 因为他的目的 是要徐杰配合自己 下一阶段的工作 而不是把徐杰 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言松毫不掩饰的肉瓦吹捧 也是在向徐杰传递态度 我承认你现在腰板子更硬了 要不今天您就剑好就收吧 当然家境点出的这两句青词 写的确实好 之前的戏剧外史书中环节 我专门聊过青词 所谓青词就是民间向上天打报告的文字 决定这两句话 是代表家境给老天爷发送工作报告 大致意思就是 咱们伟大的万寿立军先生 想应上级政府号召 放下仙界的个人享受 去到了祖国最需要他的地方 扎根民间奉献自我 真是伟大 现在他同欲四海 心怀天下 九州万方的藏身 真是辛苦 这些马蹄拍的 我都感动 更别说家境了 吕方 奴彼在 你知道徐格老这两句词 好在哪儿吗 主子 这是难为奴彼了 奴彼读的那点书 哪能品评两位大学士的文章 吕方当然能够看懂 故意这么回答 是在和家境调情 刚从集长被召回时 家境对他召开三皇贵战的行为 做出了严厉批评 反复念叨 一个首府 一个次府 两个大学士 这是你一个太监能够拿捏的吗 现在吕方说 我一个太监 品鉴不了两个大学士的文章 就是对家境当时的贬低 做出回应 也没叫你写 你只管说好在哪儿吗 奴彼以为徐格老这两句 道出了万岁爷的无奈 事实证明 吕方确实能够看懂 他很好地解释了 徐杰钦词的含义 同时极为真诚地 歌颂了家庭不作神仙 来人间受苦的伟大壮举 历史上的家境 一共主持过15次电视 选出过15批天子门身 徐杰宇言松身为大学士 也多次担任过会士考官 与电视独卷官 而这一次 加进40年的 御前拍龙屁电视大赛 徐杰颜松也成为了 考生的议员 内阁赐辅徐杰 龙屁功力深厚 获得其余两位考生 与主考官一致好评 并念节徐格老委屈巴巴 特授状元称号 内阁首辅颜松 多年拍龙屁老虎功高 被关在家里两周半 不但没有在思想上 存在抵触情绪 还坚持锻炼 亲词写作能力 特此授予防眼称号 自理店长印女方 闷身份本来屁也没有 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既然刚刚巧妙低调的 向朕抱怨了之前的挖苦 那也给个安慰奖 让徐杰点评严松轻辞 是让徐杰对自己 安抚严松的行为表态 而现在 让严松点评自己 对拍龙屁大赛三甲排名 是让严松对自己 安抚徐杰的行为 做出表态 能拉你的 朕已经努力拉了 朕的钱没给朕弄到 还弄出这么多破事 现在还能回来当首富 你就偷着乐吧 内阁你已经没法一手遮天了 小徐有什么过分的地方 你来和朕说 朕来拉偏将 平时呢 你自求多福 你福不福 臣 新月成福 新月成福 严松福了 但徐杰没有福 佳靖也知道 徐杰没有福 所以先前 徐杰展示出敷衍态度后 佳靖没有再次强迫 徐杰明确表态 政治是霍悉尼的艺术 反抗上司 尤其是反抗首府和皇帝 是需要默大勇气的 面对下属反抗 强硬镇压 把一切火苗扼杀于起点 这是一种手段 换十年前的佳靖 徐杰现在早就发配琉球了 但现在的佳靖 老了 他选择了第二种手段 那就是拖延堂塞 你造反 我假装没看见 有本是你的造诣 这就好比什么呢 你平时怕极乐的父母 或者老师 有一次把你惹极了 你热血上头 嚷嚷出了不满 喊完冷静下来 心里不是这个feel bear说 而是一阵后怕 如果父母和老师 当时没听见 那你肯定是没勇气喊第二遍 但是徐杰有 佳靖的用词很大度 但语气很深硬 他知道徐杰想要说什么 而徐杰也实在是不得不说 小说介绍了他的心理活动 杨金水成功着陆 自己又受到了超规格的领域 就连严松也拍自己马屁 这些迹象都说明 浙江的大案就要不了了之了 这可是一件 关系到几百万两名字 与几百万灾民的惊天大案 如果忙活了大半年 就获得这样一个结局 别说对欲望 对清流其他人交代不了 走出这门 自己清流领袖这个招牌 可也就彻底臭了 要么是自己无能 要么自己和严导同流合污了 这俩名声 他高低得背其中一个 圣上尚应天命 数十年功行简约 为的都是我大明的江山社稷 和天下苍生 却有一般孤恩负义的贪力 上亲国堂 下掠民财 如浙江贪末一案者 这些人倘若不严加诚挚 实有赴圣上肩负值天命 爱民之仁德 刚刚被遇刺了小板凳的徐杰 跪下了 身边被他阴阳怪气 内涵的严嵩也跪下了 天后强迫严嵩徐杰表态的佳靖 现在被徐杰逼着表态了 请大家把倒反天罡打在弹幕上 之前我看到过网上有评论 说明知道佳靖 已经打算死保严嵩了 徐杰这会硬刚佳靖 这是不符合人设的做法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海瑞才会做这种事情 徐杰是实在没办法了 这就好比什么呢 前阵子我发了动态 说我从去年开始 筹办我们小区的业主大会 遇到了很多问题 评论区有鼓励我的 也有嘲笑我的 若我看起来懂政治懂历史 实际屁也不懂 只有天真的人才会想着 去张罗业主大会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但问题是 有多难我会不知道吗 即便动手前的我不知道 那毛活了一年多 上门挨家挨户征集签名 跑了各个部门 排除了千难万险 走完了所有流程 让业主大会进入投票环节的我 还会不知道吗 为什么干这件事 实在是没有办法 你的天花板不断露水 你的地板不断爆裂 楼道的灯光若有捉物 电梯三天两头霸雾 小区的绿化 努力致敬黄埔高坡 而物业无动于衷 别问 问就是马上来修 那除了张罗业主大会 那还能怎么办呢 这是唯一的办法 也是唯一的武器 说书说书 乌是我书 三岁灌炉 莫我肯顾 这首国风流传至今 也两千多年了 老鼠年年打 年年打不尽 贪官朝朝啥 朝朝有贪官 上期视频有一个弹幕 说大年王朝这部剧是失败的 它虽然揭露了明君梦不可行 却反而让我们去寄希望于清官们 我认为这个弹幕没有看懂这部剧 被徐杰逼到哑口无言 最后只能以水至清 则无余来晚尊的家境 是明君不可梦的体现 但把他逼到了这个地步的徐杰 是清官们不是 一的徐杰违背原则造反的清流成员 张居正高拱赵真集 是清官们显然也不是 海瑞胡宗宪王用集 再算上一个高汉文 算是这部剧的正面形象 但是他们改变大明了吗 从他们身上 观众能够感受到 大明真真日上的气象吗 都不能 清官在这部剧中 既是对照组 也是实验组 既要通过他们来显示 做清官之难 也要通过他们来揭露 是什么让清官难 如果说康熙王朝 雍正王朝 渲染的是明君梦 宰相刘罗国 渲染的是清官们 那么大明王朝的主题 实际上是 封建王朝自有必定在此 大明的衰败无解 徐克老 陈在 朕交给你一把快刀 你也杀不了许多 该杀的朕还是要去杀 旅方 奴婢在 今天是什么日子 回主子 今儿是中元节 敬天拜教的日子 那今天就不谈杀人的事情 离合社谈 家境已经破防了 徐杰的请求 他不但回应不了 还被迫承认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 大明朝在我灌收帝君的英明领导下 已经参观多道 杀不完了 这对一直幻想自己能以圣君形象 载入史册家境 是具有毁灭性打击的 在历史上 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年轻时代 英明神武锐意进取的君王 到了目前日日升歌最深问词 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此 因为从小接受了圣贤教育 因为身边世大部门的监督督促 少壮时代的皇帝 总归是有一个圣君梦想的 但随着年纪上来 身体下去 发现自己无论是论能力 还是论经历 还是论环境 都当不了圣君了 那干脆放飞自我享受原生 往前的李隆基 往后的隆庆皇帝 也就是御王爷 再包括清朝的嘉庆 道光咸丰三个倒霉鬼 都是如出一辙的人生轨迹 在嘉庆的代理下 大明最高权力中枢 集体进行了封建迷信活动 但是完事之后 嘉庆还得亲自对浙江大 做出总结 如果换了过去 他只要谜语讲完 吕方言松徐杰 就会自然根据他的暗示去做事 但是现在不行了 他拿出了浙江先后 送来的两份供词 但却伪造了 自己从没看过供词的假象 当一个谜语人开始讲谎话 代表他已经很难控制局面了 为了证明自己没看过 他还让吕方将供词上的封口 拿去给严松徐杰看 没错 万寿帝君先生不但伪造事实 甚至伪造了证据 严松本能地拒绝观看 但吕方强迫言松徐杰都得看 只有他们看了 确认了 家境没看过供词这事 才能做事 太上道君真言 治大国如捧小仙 有些事你们做不了主 朕也做不了主 上天可以做主 披若这两份奏书 一份真看了 你们也看了 一份真没有看 你们也没有看 我们看过的这一份 君臣可以做主 没有看的这一份 只有让上天做主了 看了的是正和二人贪污的供词 假装每一看的 是严党勾结死线 鬼滴烟庭的供词 即谜语治国 算卦治国之后 家境的治国艺术 达到了崭新的高度 他隆重推出了 烧纸治国 这是甩锅艺术的最高境界 这次我谜语都不讲 暗示也不做 我什么都没看 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将来发生的什么事 都是上天的意思 比较搞笑的是 家境把海瑞供词 扔进火盆后 供词直接把火压灭了一部分 没有第一时间焚烧 反而冒出了一股黑烟 还是吕方反应快 亲自用钳子 把供词放到了火上 老天爷表示 你这也太黑了 让下属背锅也就算了 哪有找我背锅的 他连都不要了 安排老天爷 背了最大的锅以后 家境还有一些锅要分配 照真及谭伦这份奏书 一一列举了正比昌和貌财 探末国堂 搜刮民财驻般罪民 室问详时 铁证如山 天阁老 臣在 应该二人都是严世帆举荐的 人都是严世帆举荐的 毁迪燕田的锅交给上天悲了 识人不明这个锅 严松不足要收好 臣知罪 当然既然没有了毁迪燕田这党的事 那识人不明而已嘛 没有多大事 家境接着高度赞扬了 严松任用胡宗宪 举荐任用赵真杰 等选贤举能的行为 这其中甚至包括了 严世帆任用高汉文 严松因为用对了胡宗宪闯闯过了无辱关 搞笑的是 现在高汉文要因为严松这个恩师平稳落地 而跟着落地了 一高子打倒一传人 郑福斯那些奴婢是如何办拆的 这是奴婢失职 奴婢这就叫郑福斯放任 是不是让他回汉林院复职 严党全部成功上案 当然郑和这种犯罪事实确凿 铁证如山的不配成为严党 但下一步是安抚清流 严党逃过了大劫 为了平衡清流也得有一份大奖 赵真吉谈论的供词 由徐杰亲自票拟回复 这份票拟可以由高股张居正 共同参与 并在渝王府起草 还有胡宗宪 齐吉光等一杆有功将士 该如何褒奖 你们一起拟个调臣 逞死李健皮红 仪式振义丙大功 有罪的如何处罚 嘉靖钱刚不断了 那么有功者如何封赏 这个权利嘉靖送给了徐杰 嘉靖出关后 第一时间召见了徐杰 当时徐杰就曾提出 要封赏胡宗宪能有功之人 但这个提议当时被嘉靖搁置 他是在这儿等着徐杰 而内阁赐府越过首府 可以在内阁职方之外的地方 对重大功能进行票拟 这无疑也是对严松的羞辱 再一次完成了拉财与制衡 加进宣布散会 他要接着搞封建迷信了 但是这一次轮到严松散戏了 将比徐杰的反抗 这一次嘉靖的沉默时间更久 表情更加猙獰 他进一步破防了 但严松想要说的内容 却大大出乎了嘉靖的意料 严松提出了两件事 第一 鉴于国库亏空 应该派出燕茂卿南下巡言 第二 街道举报 乌龙县军营中有通窝的奸细 乃是存安刁民其他住 民情实行的都是定额财政制度 各地每年要上交的田赋 草米 盐税 商税数量都是固定的 除非遇到重大失误 经由皇帝批准 获顾盖长以后才能少交钱 但事实上几乎没有哪个地方 真的能够每年都定额交足够税付 收税是要直接面对最基层的百姓的 所以征税能力直接体现了一个王朝的基本控制力 而不管是哪个王朝越到后期 对基层的控制力就越弱 收财的税也就越少 我知道这话肯定有不少人要抓宠征了 基层官僚与地方大户勾结 满报人口田母数据 是税收能力下滑的主要原因 而解决方案就是派出类似巡言御史之类的官员 以钦差的身份去地方上颠租收税 民情都是这样干 宋代的官员规模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从北宋的半中燕王安石 再到南宋的宋礼中赵云 都在努力尝试控制官员数量 但有一个颇具黑色幽默色彩的历史事实 那就是宋代国家财政富裕收税能力强的主要原因 就是基层官僚队伍庞大 我养一个官员每年花100两银子 但能替我收上了101两银子 那我就赚了 不过既然官员越多税收越高 为什么宋代会崩溃 而其他朝代不学习大宋先进经验呢 因为就使劲而言 如果基层官僚给皇帝上供了101两的付税 暗地里他其实会收走300两 多余的199两 自己拿走一部分补贴加用 还要再给各级官僚送上一份 和光同城大礼包 申请派遣巡言御史 这是严松试图证明自己的价值 而举报其大注视间谍 那就是严松被轻流发动的攻击了 家庭的表情就快要绷不住了 他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老家伙还能玩出这一手 这是一个高明的阳谋 其大注是不是间谍 但家庭看来只是小事情 既然严松承担起了 替家庭捞钱的动担 那调查个通过案 家庭是没有理由不答应的 其大注的背后是海瑞 而海瑞的背后是清流 本来清流已经准备好了论功行赏 但如果又要调查什么通过案 那胜利的果实就不方便瓜分了 而在大势大悲面前 清流又不能反对调查 不可能是丰到信 不可能的 还是相当地 不可能是相当地 我们也不可能是相当地 我们也有相当地 于相当地 有相当地 有相当地 为什么要让烟冒清南下群烟 因为清吞了盐睡的人都是盐党 盐松是不惜挖盐党的肉 来填补家境的欲望 这是盐松最后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 而他也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 彻底击败清流 海瑞一查到底的背后 有没有徐杰欲望的意思 盐松不知道 但今日的徐权会议 徐杰不惜得罪家境 也要咬死浙江的案子 这就说明了 盐岛清流已经无法共存 而法力无边的万寿帝军 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后 也已经无力维持朝局的稳定与平衡 一个濒临彻底破防 但依然掌握滔天权力的皇帝 就像是一颗随时会爆炸的核弹 盐岛与清流的终极之战如何进行 咱们下期再说